手术台上的母亲名叫林晴 已经38岁了 她就要迎来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前两个都是女儿 家里还是希望她能有个儿子的 产房里所有的医生都很清楚 林晴的胎盘长得并不好 属于凶险型前置胎盘 孩子出生的时候和胎盘剥落的瞬间 就会引发大出血 而因为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产后出血 从皮肤开始 医生要依次划开脂肪层 前翘 肌层 腹膜 子宫胶膜层 子宫肌层 一共7层才能娶出孩子 这也是一个破妇产的正常流程 当医生打开林晴的腹枪后 发现形式跟她预想的一样严峻 胎盘已经长到子宫肌层里 要把胎盘剥离出来 就像是硬生生把大叔连根拔起 大出血的概率极高 在医生和孕妇的共同努力下 他荣愿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在剥离胎盘的瞬间 大出血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短短10分钟内 孕妇出了3000毫升的血 要知道一个成年人的血量 才不过4000毫升 而现在最要命的是 血根本止不住 像是喷泉一样喷用出来 医生急急通知家属 如果采取了一切保守性质血的方法 但仍然不奏效的话 有可能需要摘除子宫 让家属做好思想准备 目前为止 孕妇已经输出了6000毫升的血 可是抛妇产后的大出血 仍旧是持不住 医生只能当机立断 决定摘掉子宫 林晴的丈夫在统一书上签字 产房里的妻子还昏迷不醒 但拿掉此宫后 孕妇的大出血只住了 母子平安 这一天 林晴一共出了1万毫升的血 相当于体内的血液换了三遍 生死之间只差毫厘 10天后母子团聚 我们那边有一个重男轻女的意识在那里面 我们也是有希望 就是说能生男孩子是最好 就这样 说着说着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 不由得感慨着 其实我觉得还是做男的好事 就至少不用遭那么多的罪 除了这样的高龄产妇 还有很多母亲是患有严重疾病的 虽然在法律上来说 所有母亲都有生育选择权 但站在医生的角度 这些母亲是不能怀孕的 生孩子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性命 25岁的乌云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还有肺动脉高压 怀孕生子都会严重危及到她的生命 双方家庭都劝她不要孩子 可乌云认为 没有孩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于是不过医生和家人的反对 坚持要生下这一胎 日子一天天过去 乌云的心脏负荷 日渐加重 怀她7月时 她甚至已经到达了极点 最像的乌云为了孩子赌上了她的全部 但她背后的整个家庭也都被裹挟了进来 考虑到乌云的身体状况 医生决定提前进行抛肤产手术 数前爸爸打来了电话 乌云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担心 害怕 却不是担心自己 而是担心孩子会有什么风险 乌云给孩子起了名字 如果是男孩就叫申天佑 小明就叫申百万 就在天佑里边呢 也对小乌云 手术是一个医生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压力 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当孩子取出的瞬间 乌云体内的循环骤变 从手术医生到麻醉医生 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一场悲剧 在医生拼尽全力的努力下 孩子顺利从体内取出 这个在妈妈肚子里只带了7个月的宝宝 只有两斤重 出生的时候 却发出了嘹亮的哭声 乌云也顺利的出了手术室 可对于乌云来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的路才是真正的生死大关 彭腐产手术第二天 乌云就醒了 但她的生命体重却极其不稳定 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 才95%以上 而乌云只有81% 这意味着她的血压会随时骤降 心跳加速 甚至死亡 但孩子的状况都很不错 她的骨骼和心脏都发育得很好 正在努力地适用着这个新世界 在监护室的第八天 乌云的血氧饱和度下降到了59% 而且她的肺部也出现了感染 此时乌云的状况差到了极点 医生冲进病房进行抢救 冰冷的银戏发出了警报 乌云最后还是没有撑过这道难关 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 这个如花的年纪 她还没来得及见到 自己拼了命生下来的孩子 医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医生进了最大的努力 但仍旧敌不过命运的捉弄 每一个新生命 都是母亲历经九死一生换来的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创造 也正因如此 她值得我们年复一年的去庆祝 生日这两个字的分量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沉重 纪录片名叫《人间事》 讲述的都是关于生命的那些爱和痛 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好了 今天就要这里来 我是王美丽 我们明天再见吧